这个视频我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整个市场中 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参与进来 因为很多人呢 他们前两天说了一句话 说你们最不容易挖矿的 就是等于是去银行 把你的钱存到银行 然后银行给你发了一张奖状 说你是存了千万大户的一个奖状 你把这个奖状呢 居然炒了这么高的价格 你们是这是泡沫 这个泡沫肯定会崩盘 这就是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的人 那一千万不是成本吗 这一千万的成本 如果放到哪一个理财平台 不是每年年化7%到10%的 我如果不参与这个挖矿 我也能拿到7%的回报 也就是这个 这不是这个奖状 这我拿出来我的利息 大家别以为这个没有成本 这是有成本的 对于矿主来说 这个币成本很高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大家老觉得我们这些熬夜折腾 天天那个不睡觉 折腾的人是 是这个挖出来的币 都是这个泡沫 都是装备 同志们 你们打不打游戏啊 打游戏都得熬夜 熬夜通宵好几天 还要花上钱 是吧 还要花上精力 挖出来的装备 你说他值钱不值钱 但也值钱呀 好多人这个之所以out了 之所以落伍了 是因为你没有打游戏 通宵打游戏的习惯 你如果是不打游戏 你根本不知道装备的价值 我们现在不是玩专备的 我们是在一个银行的游戏 金融的游戏圈里面打游戏 所以乐在其中 睡不着觉是正常的 如果你这个 在这个礼拜 每天还能睡超过八个小时 你超八小时都有点醉过 超过三个小时都有点醉过 不睡觉 才是我们现在的状态 24小时不停的连着软 才对 因为你晚来一个小时 就可能起来以后 错过很多钱 我不能说太多数字 我昨天说了一个 说一个小时挣50个币 别人以为我吹牛逼呢 这就是我身边的人 亲自发生的事情 因为人家花了很多资本 也选择了挖头矿 赚到了你赚不到的钱 你不要觉得就是心痒痒 也不要觉得我胡说八道 这就是真实的发生在你身边的人 你没赚到而已 你错过了就是因为没有下了个功夫打游戏嘛 就这么简单 波场这一波也是 因为波场启动挖矿在美国时间 但是在中国时间这帮人都熬夜开始挖波场 把波场的毕业炒这么高 一个道理 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项目 往往有滞后性 但是呢 中国的项目呢 有一个特点就是山寨 超的能力 因为大一副就是美国项目 但是二一副就是完全一个中国项目 中国人久太多 爱炒这些这个这个山寨项目 分岔项目 这是由来已久的 是吧 就相当于以太坊分岔ETC 中国人超 那个比特币分岔BTH 也是中国人超 但是大家记住 这几个山寨币 以及分岔币的命运 包括这个波场在超这个 这个以太坊的生态 从之前超US的这个DAPP的生态 到现在超以太坊的这个 这个DeFi的生态 波场 这一波 你们不要觉得这个挣不着钱 会挣钱的人一定会在这里面逃到精 因为热钱都在涌入 中国人挣中国人的钱 没有问题 老外他割不到中国人韭菜 因为老外好多人不参与孙宇晨的项目 这也是一个不真的事实 你让一个老外完全的看懂中国人的社区 他也看不懂 但是 我身边有几个老外 他们就专门盯着这个中国人的项目 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很厉害 觉得中国很牛逼 中国的钱好赚 于是呢 他们都赚到钱了 所以说 你们这个 就是要随着大事顺势而为 不要自己自作主张 顺势而为就对了